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聖天佬郭靖彤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說現在西方世界政商界的精英 他們也擔心到一樣東西 最近在西方世界都有一個論調說到 他們很擔心核戰的來臨 因為他們擔心到萬一西方世界 即使沒有直接參與在烏克蘭的戰事上也好 但利用到各式各樣的手段來制裁俄羅斯的話 其實也等同將俄羅斯逼入長角 而俄羅斯也之前表明過 萬一在他自己國家有生死存亡的關頭出現的時候 就會動用核武 這樣現在西方的做法 其實也是逐漸逐漸慢慢向這個方向進發 所以西方的政商界精英們也呼籲到 不如這樣吧 讓普京一條路走不要做到那麼盡 否則普京按下核按鈕的時候 我們全部人都不行 而與此同時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 都覺得自己 可能這次真的玩得太盡 所以本來一直在給一些工具 來支援烏克蘭的美國 都想找回一個落台街給自己 就是說到 本身給予烏克蘭的那些便攜式導彈 最近我們美國就沒有庫存 都給你了 不如這樣吧 為了繼續支援烏克蘭的戰鬥 我現在就給你一件寶貝 這件事真的是寶貝 它都是防空導彈 適合你烏克蘭用的 但是烏克蘭一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竟然不是很想接收這件武器 究竟這個被美國稱為活寶貝的武器 為什麼連烏克蘭都不想要呢 究竟它是一件什麼武器呢 我們稍後也會回來說一下 在拜登出訪 歐洲的一行 一天連開三個會 北約 歐盟 和G7大會 除了吹風說俄羅斯隨時會用這個核架撐的時候 當然是誠勢 也都拉中國下水 就指中國 若然穿越了美國所定下的三條紅線 來暗中協助俄羅斯來疏道制裁的話 中國將會面對很沉重的後果 但是面對記者卻說不出有什麼後果 在政治層面就要在媒體面前說到 北約史無前例 禁團結裝兇作勢 要團結一起阻止中國來協助俄羅斯 但在另一方面 美國的商務部就剛剛決定了 就中國出口來美國的產品 有352類的產品要進行豁免 豁免了之前特朗普定下的懲罰性關稅 因為在關稅底下 導致美國迎來幾十年來最高的通脹 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而且還會逐步豁免更多的產品 一邊就喊打一邊就有求 美國是非常矛盾 而當拜登出訪歐洲來鞏固自己美國霸權伸延的情況下 在地球的另一邊 我們的外長王毅 他參加完我們中國盟友巴基斯坦的國慶之後 就突然間出訪阿富汗加強深度合作 而且經濟和政策上的支援 據說出訪阿富汗之後還要去印度 印度總理莫迪一反常態就說到 其實中國和印度一向都有辦法談 只不過邊境那裡有多少磨擦和誤會 我這樣說就形成了一個美國和中國的外交搶灘戰 稍後慢慢跟大家報導 接下來我們想探討一下 究竟現在香港的主流媒體是怎麼寫新聞的 話說我們透過兩件事就可以看到高下立見 首先有一篇報導說到藝人肥媽廣東省梅州市的政協 就來到探訪方艙醫院 但就強調到他只有小學六年級的學歷 但卻擁有這個博士的頭銜 另外一邊商因為涉嫌違反國安法人稱蟑螂的阮民安 就因為申請保釋被拒 就在今天就提堂了 很明顯一宗就是好新聞 一宗就當然是一些犯法分子的新聞 但偏偏媒體就要寫到好的就要抹黑壞的人 犯法的人就要寫到很正義 究竟那個詳情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也會回來說一下 再之後就有壓力跟大家說一下 去年在港大已經被拆除那支噁心署 銀密就有消息指導 有些香港的本地組織就打算把他帶到台灣省重現 那事情的始末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還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本身這陀佛處 他製作的時候 原意不是給香港的 其實這陀佛處是打算運到去比國 去諷刺他們當地的一件客人事件 待會我就會跟大家一一詳細解釋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分享 請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著就要說一下 現在西方的那些人士 尤其是他們的世界的領導者 竟然開始擔心起來 西方世界 用到這麼強硬的制裁手段來制裁俄羅斯 他們究竟擔心些什麼呢 原來他們擔心到的 都是我們俗語講到一句說話 就是趕狗入窮項 最終會怎樣 相信下場大家都會明白 早兩天前我們曾經報導過 有一些媒體煞有介事說到 俄羅斯普京就將會在烏克蘭那裡 就計劃使用核武 隨後 根據資料查證 其實俄羅斯 所考慮到會用核武的情形 就是當俄羅斯面對著生死存亡的時間 才會用 雖然俄羅斯就是這樣說 但是現在西方世界的領導階層 都彷彿好像做了虧心事一樣 他們不是演戲 是真的怕俄羅斯使用核武 就在昨天 西方世界連開了三場重要的會議 他們分別就是北約 七國集團G7 以及歐盟 都在3月24日 召開了一個峰會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 G7國家領袖 在開完這些會之後 都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聲明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到 他們警告俄羅斯普京 千萬千萬不要使用核武 隨後還壯膽地說到 說到西方世界對俄羅斯 所執行到的制裁 是全面性的 而且又說到 接下來將會有更加多的措施 會繼續令俄羅斯面臨嚴重的後果 但是既然 說到自己這麼強 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 就警告俄羅斯千萬不要用核武呢 其實西方世界心底裡 都很明白到 這次的戰事 和過往 他們所面對的弱小國家是完全不同的 在最近 美國大西洋月刊 這份超過過百年歷史的月刊 就出了一篇文章 正好就反映了 這些西方世界 政商界的精英 其實他們在想著什麼 文章標題就是說到 西方世界終於有人擔心 核戰爭的是來臨 他們都呼籲 應該要給普京一條生路 文章的內文就指到 當前的危機 其實要比1962年 古巴導彈危機來得更嚴峻 以美國所領導的西方世界 已經形成了圍堵俄羅斯的格局 現在可以說到整個西方世界已經動員起來 雖然 這些西方世界國家 沒有直接這樣參與戰鬥 但是所使用到的經濟制裁 以及各方面的制裁 再加上 不斷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就彷彿想利用到時間 慢慢將普京淹乾 他們西方世界 根本就不想這場戰鬥 及早完結 而是想有那麼長拖那麼長 這樣他們就可以做到 在不直接跟俄羅斯對戰的情形下 就可以將普京政權拖垮 但是客人都知道 一隻手掌是拍不響的 普京之所以要出兵到烏克蘭 就是因為 俄羅斯因應北約 無限量地東抗 因此 普京為了國家安全利益的著想 所以才要出手 但是西方世界 偏偏選擇忽視 俄羅斯的這個出發點 沒有他 因為西方世界 為了他們的利益 當然是當聽不到 但是這樣 你選擇 視而不見 就不代表 會改變事實本身的本質 所以 這個也是埋下了俄羅斯 最終會絕地反擊 的其中一個因素 現在西方世界 就以英國手上為例 約翰遜曾經表示 普京一定會失敗 而且 連天都要他失敗 就算天不讓他失敗 我們西方世界 都會令到他沒得翻身 其實約翰遜的這番話是很有代表性的 也就是說西方世界主要的目的 並不是那麼簡單 並不是說要促成俄羅斯和烏克蘭 他們之間的和平 而是要藉著這件事 將普京打倒 但是這樣 西方世界對著之前那些小國 當然 是可以打到他們的政權 例如美國支持科索族獨立 以及伊拉克 以去軍事化的名義 將撒達姆推翻 不過不要忘記 俄羅斯 除了是聯合國五常國之一 而且他還是一個核大國 看回我們人類的歷史 從來都不會有 核大國之間的互相戰鬥 一般來說 核大國之間的互相戰鬥 最多最多都是一些俗稱為代理人戰爭 這樣的形式存在 不過現在 這一刻的局面 俄羅斯是直接參與其中 而西方世界頂到那麼行 也代表了 現在就是西方世界和俄羅斯之間的決鬥 這樣就大件事了 剛才我們說到 俄羅斯當面對著生死存亡的時間 就會使用他的核武 但是 也不見到西方世界有任何妥協的跡象 如果雙方都要鬥到你死我活 鬥到最後一刻的時候 核大戰就可能在所難免 尤其是以美國和北約為首的這些西方世界 在這麼多年來 從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挑起過一些無謂的戰鬥 但是為什麼偏偏俄羅斯為了自己國家利益安全著想 就反而要被西方 以及拜登直接說到普京就是戰鬥罪人 來這樣形容他 這樣就是擺明欺俄羅斯 西方世界就認為 既然俄羅斯 可以斥著自己強大過烏克蘭 來打他的時候 所以西方世界 也都認為 他們聯合起來 體量就比俄羅斯 所以也都可以用 不需要跟俄羅斯說道理的方法 來欺負俄羅斯 對他的全方面圍堵 以及派武器給烏克蘭就是最好的證明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西方世界來說 沒有我們中國文化裡面所說的退一步海闊天空 又或者政治就是一個妥協等等的想法 在他們心目中是沒有的 他們一定要鬥到你死我亡 一定要鬥到 看看哪一個會先退下來 甚至乎要製造到局面 就是趕狗入窮巷 對方只能夠如死妄破 做到這樣的絕境 來進行一場超級賭博 所以西方世界都很清楚 有些政商界的精英 他們都知道 這次搞不好 再逼俄羅斯 而不去作出一些 跟他的妥協的話 俄羅斯用上核武的風險是存在的 說到用上核武我相信在這個世界 即使美國也好 是絕對不能夠承擔這樣的風險 但是偏偏西方世界 就是朝著這條路走 再說回我們中國 中國在這件事上 就沒有說一定要幫助誰 既不幫美國 以及西方世界 來加入制裁俄羅斯 也不會提供一些武器 或者幫助俄羅斯那邊 去到一起 用其他手段 來騷擾或者攻擊烏克蘭 雖然中國就是俄羅斯的戰略伙伴 但同一時間也看得出 我們中國 也會關注西方的關係 其實中國的這個態度 就表明了 尤其是核大國之間 其實是需要妥協的 如果鬥到最後 真真正正來說 其實沒有說誰贏 只是大家都輸 這個就是我們世界現實 也是人類發展到今時今日 到了現在的科技水平 唯一要尊重和敬畏 我們大國之間 所生存的基本法則 所以說到 在這次西方世界 和俄羅斯 撐得禁行的時間 其實我們中國 在這一刻 都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避免有核大戰的情形底下 究竟中國能不能夠成為 兩邊硬道禁行之間的一個緩衝呢 而藉著這次的機會 其實也讓中國 提升國際之間的地位 若然中國可以令西方世界和俄羅斯 就著烏克蘭的局勢 成功軟著陸的話 變相其實中國 也都在這個新時代上 擔任了一個 史無前例的角色 這樣的時候也都被世界各國 看到我們中國今時今日 真真正正對於這個世界 是實質做到一個僑良的角色 就不是好像那些西方世界那樣 燃燒了火頭 現在又不會救火 只是會衝到行 拖累整個世界 這些事情 其他國家是看在眼內的 不過大前提下 都真的要西方世界 和俄羅斯那邊 搞得定才行 尤其是如果西方世界繼續施壓下去 就不要連累到他們 即使坐在這裡現在我們 和各位觀眾 都會受到牽連 試問若然俄羅斯真是 被他們逼到用核武 又怎會不關我們事 分分鐘 第三次世界大戰 就會因為這樣而開始 人類的前途 都可以說到 是岌岌可危 去到今時今日 大家都見識了美國 在文宣、媒體、新聞媒體上 如何植入色抹黑一個地方 如何用假設性的問題 令對方 無論答是與不是的話 都會跌入對方的陷阱 例如說中國軍事上作鵝 例如說俄羅斯會用化學工 甚至現在說到俄羅斯 會用核軍備 事情還沒到最後一刻 都不知道俄羅斯是不是會用核軍備 但起碼在這一刻 就先抹黑了它 這些 就是西方的 媒體與宣傳的技術 這些功力匯聚了過百年 但是在嘴炮的過後 美國面對民生都很現實 美國那邊其實自從去年 已經就著有一件事 就是美國對中國 出口來美國的產品 希望豁免 去年 有五百四十九類產品那麼多 去年的 十月 2021年十月 美國兩黨都同時通過 甚至去信 希望美國的商務部那邊 決定 豁免這些 特朗普時代的懲罰性關稅 因為 受苦的 不是中國 受苦的是美國自己的指紋 美國 面對了 過去幾十年來 都沒有遇過的嚴重通脹問題 剛剛 在三月 二十三日 美國的商務部就決定了 經過一輪的公眾諮詢 和對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機構 的協商之下 美國終於找到一個落台街 這個我安給他的 找到一個落台街 取消豁免了一些 早前就著中國輸入美國的產品 的懲罰性關稅 暫時豁免有352類產品 和去年所要求的549類 還有一些距離 但是會逐步來豁免 352類產品 所涉及的是3700億美元 這些都是中國輸入去美國的產品 都是人民的消費品 人民是非常需要的 美國的貿易代表 辦公室就指示到了 這一系列的產品當中包括 泵 電動機 工業的部件 車輪部件 化學產品 甚至 書包 背包 單車 真空吸塵機 等等 日常生活的其他消費品 美國 2022年1月 做過 統計 就是 美國的通脹創了 幾十年來 四十年來的新高 美國的消費物價指數 上升了 7.5% 但是這個7.5%是一個平均數 當中包括很多可能只不過 上升了1、2、3%的原料、材料、產品 其實民間那邊的衣食 所有美國人都指示到了 他們的生活的開銷 在基本衣食上 隨時是說十幾二十percent的生活指數通脹 就是說 他們平時的生活 起碼要多花一兩成的支出 對美國的平民百姓來說是苦不堪言 但是歸根究底 這些措施都是要來 懲罰中國的 那懲罰中國就不是很懲罰得到 但是美國人就飽受懲罰 可以說是招皮上線的中國 但是一頂就是美國人 所以政治戰略上 就不斷想糾黨結舍 來圍堵中國的時候 其實另一方面 又不斷豁免來自中國的產品 一邊就有球 一邊就要開球 其實美國那邊都很矛盾 美國人雖然沒有俄羅斯人那邊 那麼崇尚一個強硬的領導 但是他看到自己的領導軟弱 又會不開心 又會不想投他票 但是領導太強的時候 又會說他專橫 又會說他有獨裁者上身 說他搞這些大政府行為 個人主義 但是你太軟弱的時候 你太綿綿俱原 跟各國都打好關係的時候 又說你不夠強 又不想投票給你 美國 這幫民主選舉的選民 其實全部都只不過是刁民 我分享這宗新聞就想告訴大家 剛剛格仔介紹了 拜登就出訪了在歐洲那裡連開三個大會 打了嘴炮 但是其實一邊 就有求於中國 另一邊就想抹黑中國 又想動中國 其實他們很矛盾 拜登出訪歐洲的這三個大會 除了怕了刺激俄羅斯 這次刺激俄羅斯真的會奇風突出 無端的肥顆核彈過來 之外 其實就是趁機 就想製造多些 叫中國 千萬不要打算協助俄羅斯 因為美國之前 五角大樓已經說得很清楚 俄羅斯 除了那顆核彈之外 其他方面 是絕對 挑戰美國的資格都沒有 真真正正的敵人 其實在北京 所謂的俄烏戰士 就是大家都知道 美國 在煽動俄烏那邊來開波 然後 陷俄羅斯於不義的時候 就趁機拉中國下水 現在 當拜登出事歐洲開這三個峰會的時候 另一邊沙利文也說得很清楚 現在畫了三條紅線 要阻止中國來協助俄羅斯 就警告到 中國 在俄羅斯的進出口貿易 金融交易 和 科技上協助俄羅斯的話 將會面對一個 非常非常沉重的後果 這件事中國是應該知道 而且藉著這件事 不僅是給中國一個警告 還是給全世界所有經濟體一個警告 就是G20 全世界主要的經濟體有20個國家 誰企圖 疏到俄羅斯 被美國的制裁 被歐洲的制裁的話 都會面對一個非常沉重的後果 說就好像很威猛 但是當拜登 在歐洲峰會上 重複同一番說話的時候 一些記者就問他 是不是拜登你早前跟習主席 電話通話的時候 你說過一樣的話 你說過給習主席 將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 拜登就說 我們的對話沒有說過這件事 不過相信習主席在我的子女行間 應該聽得出我有這個意思 接著記者問 是不是沒有說過 拜登說是的 我是沒有說過 但是他們一定明白 現在這樣聽下去 美國又說畫三條紅線 來到煞有介事 說到中國 若然幫俄羅斯 規避他們的制裁的話 就會搞我們中國 好啊 既然你說到那麼惡 剛才我說過 俄羅斯現在就給你們 那些所謂的制裁 搞到已經迫在牆角那裡 那麼你們西方世界 就繼續惡 夠膽就對我們中國出手 我們中國連和事路都不做了 俄羅斯射核彈去你們那裡 你就攬上身 夠膽動我們中國 動吧 不就是不夠膽 說來說去 在西方國家他們始終都是覺得 現在唯一能夠勸阻普京的 就是我們中國 經常都說到 我們中國應該打一個直線電話 打給普京 叫他收手 這件事就可以平息 不如我們又了解一下 如果美國 是因為中國幫俄羅斯疏到制裁的時候 美國的所謂嚴重效果是什麼 現在新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美國的商務部 商務部部長雷蒙多 最近就指到了 美國制裁俄羅斯的 電子 電腦 飛機零部件等等 也有制裁俄羅斯 不可以用半導體技術 即是說的是那些芯片 美國就說到 技術是我們美國人發明的 我給你們中國的企業來做而已 但是如果中國企業用了美國的技術做出來的芯片之後 又用來協助俄羅斯的話 美國就會很不強 不強的時候就會制裁你們 任何中國做芯片有關的企業 例如中芯國際那些 就會不讓你們用美國的軟件 阻礙你們的製造芯片 對你們來說 是一個毀滅性的制裁 隨時令到你 那些芯片公司企業 一夜之間覆亡 說到這麼厲害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 美國過去這兩年很多東西都想制裁中國 也制裁了中國 也逼中國 來自主自發研究 也成功了 那你不妨連這些軟件也請你 去制裁了 令到我們中國 少了一件事 讓你們拿著的時候 多一件事激發我們 快點去研發 相信這些軟件 對我們中國做芯片 是有阻礙的 相信阻礙到一頭半個月 我們就會研發到軟件出來 更何況現在我們都是 以一個稀笑露馬的形式來跟觀眾分享 相信 中國那邊 的技術部門的人才 早就已經 預料美國在多方面會制裁 阻礙中國的發展的時候 其實相信他們在後備軟件方面 一定已經早有準備 不會眼白白的 看著你隨時 可以切磕在這裏 阻礙我們的發展 所謂的 制裁俄羅斯 電子電腦 飛機零部件 沙尼文說到 我們會有 大量的工具 來阻礙中國 去保俄羅斯 所謂這些工具是不是 不讓你們用美國軟件 到底美國還有多少底牌呢 相信美國自己 才是很清楚 但若然美國這麼厲害的時候 為何要豁免 來自我們中國的商品呢 為何要不斷 一邊打了嘴炮 說中國協助俄羅斯 但另一邊希望中國做和事佬呢 拜登 在歐洲那邊開會 北約 歐盟理事會 以及開G7大會 那為何拜登一天開三場會呢 因為相信以拜登個人的能力來講 如果三場會要拖三天來開的話 隨時他要拍足三天的 能量表現針 對他的身軀來講未必能頂得住 所以一天要跑三場 若你一過的時候就可以即時慣低了 還有他長途拔屑地從美國飛去歐洲的時候 很多白宮的特勤隊都說到 拜登很多時候在國內飛來飛去 在黑鷹直升機或者在空軍一號的時候 其實經常在伴露裡面紮醒 驚醒 問身邊的人 我是誰 我在哪裡 驚慌失措 甚至會罵人 甚至會 賴濕自己的褲子 不知道歐洲一趟的仿行 拜登如否頂得順利回國呢 他現在結束三場會不是即時回美國的 他結束三場會 要在25日飛去波蘭 波蘭有幾樣東西 表面上就是去波蘭探訪烏克蘭流離失所的人 你看看這些貓哭老鼠假慈悲就是這樣 烏克蘭流離失所的人是你美國人做出來的 你還可以這麼厚臉皮地 去那些流離失所的人扮救世主訪談他們 這些就是大鱷了 然後又要去波蘭那邊 對流離失所的人 以及在波蘭那邊 匯應俄羅斯 對烏克蘭那邊隨時發動的化學工具 在歐洲峰會說完會有核工具 那邊去波蘭又說化學工具 人家的文宣和步驟 市場推廣的campaign 全部都有套路 有了一致連貫性 雖然做的是壞事 但是有時候在技術上 我們有需要都是要學習的 而波蘭這個地方也很特別 因為隨著 拜登 在歐洲峰會 三個峰會裡面說到要踢出俄羅斯 踢出這個G20的時候 波蘭其實是很想 來接替 俄羅斯來拋入這個G20峰會裡面 他就說到波蘭最近的經濟發展 在這個世界來說都數一數二 就是那個增長率 所以要入這個G20很應該輪到我 但是拜登開這三場會 北約 歐盟峰會 和這個G7峰會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絕對不會 研究波蘭對這個入G20的申請 現在拜登 出訪波蘭的時候 波蘭一定會要求拜登 來讓他入G20 但是拜登應該 跟他說另一件事 應該就是 加強美軍軍備 在波蘭那邊 的影響力 而波蘭自己有什麼要求 相信都是次要的 他根本就沒有牙力 來跟拜登 說到美國工具來講 是人都知道美國 都已經公開表明 會不斷提供一些工具給烏克蘭那邊 不過就有消息指道 原來美國有兩款工具 竟然供應不足 現在的倉存量 根本就跟不上烏克蘭的需求 這兩款工具最近就很有名 一款 俗稱為刺針式的便攜式防空導彈 而另一款 就是標槍式反坦克導彈 這兩款武器 都被譽為 烏克蘭軍隊手上的王牌 從很多不同的公開片段 我們都可以看到 這兩款武器 的確 有它的個人之處 因為 烏克蘭軍隊就不具備 跟俄羅斯有正面對抗的能力 所以就利用到這種類型的武器 來跟俄羅斯軍隊打油鬥戰 但就在這個時候 美國政府在這個月 會從美國國會那邊 緊急調動到35億美元 來撥給國防部 以填充 這一類型武器的不足 也就是可以證明了 美國大量提供這些武器給烏克蘭之後 竟然搞到連美國 本土自己 那個倉存 都是不足 雖然 沒有人知道美國提供了多少支武器 去給烏克蘭 因為實質的數字 真的不能說 不能見光 現在從一些所謂的公開資料顯示 美國就提供了1400支 獨次的 便攜式防空導彈 而標槍反坦克導彈 就提供了4600枚 究竟烏克蘭 是不是已經用了這些工具呢 既然美國那裡 已經沒有了足夠的庫存 給烏克蘭 那怎麼辦 仗是每天都要打的 沒得停下來 所以美國 在近來想到一個折衷的辦法 你也說到 不用怕的烏克蘭 既然沒有了這些便攜式導彈 我們美國佬 現在送一件寶貝給你 千萬不要嚇壞 美國最近就有官員透露 現在美國 正在運送一些寶貝級的工具 去到比烏克蘭 當我們看到這個工具的時候 真的嚇壞了 原來 美國佬所說到的寶貝 就真的是寶貝 不過 這些寶貝工具 並不是因為他的戰鬥力強 所以稱之為寶貝 而是因為歷史悠久 在坊間都再難找到 就可以說到 是一個活化射級的工具 原來 美國正考慮運送一些 在50年前 從一些秘密途徑所獲得的 蘇製防空導彈設備 就像我頭上的這幅圖 這款工具真的很舊 這款工具 它的北約代號叫碧虎 編號是SA8 它的年代有多遠久呢 就是60年代研製 70年代正式服役的一款導彈 距離現在 2022年 也可以說到這款導彈 已經超過半世紀的歷史了 大家看它的樣子 那麼大座 可能不打得也嚇得 事實上 這一款 是一款防空導彈 但是由於它年代太過遠久的關係 這款防空導彈的極速 甚至乎 是比不上 現在飛機的速度 根據資料顯示 這款防空導彈的速度 最快最快都是行到音速1.6倍 也就是說 現在很多俄羅斯的軍機 只需要 在發現到這款導彈 向它發射的時間 開盡極速的話 一般來說 俄羅斯軍機現在可以做到的極速 都有兩倍音速 雖然維持時間不長 但是 都足以逃脫 竟然一款防空導彈 它的速度還要慢過飛機 你說 這些寶貝級的前蘇聯工具 美國真的很關照 送到烏克蘭那邊 都不知道多謝你好 還是說你好 也是側線地表明了 用到五十多年前的蘇聯科技 去打回現在的俄羅斯 情形都很諷刺 你說夠不夠打呢 你做戲也有些誠意好 美國佬 還是你真的怕 俄羅斯會使用核武 所以現在 想給自己一個落台 如果是這樣的話 美國人也挺聰明的 其實這次拜登出訪歐洲 就是想麻煩自己的盟友 也想提高北約對歐洲的影響力 因為歐盟那邊的離異之心 已經超然若揭 拜登多番強調到 現在這一刻才是 北約前所未有那麼團結的時候 拜登也表示到中國如果幫助俄羅斯 後果就是跟整個歐美世界為敵 若然他們的關係是實正的時候 拜登根本不需要多番派自己的外交官員 國務卿 甚至自己也出訪歐洲 不過與此同時世界另一邊 卻上演另一場外交搶灘戰 拜登就要碰著自己的盟友 我們中國就盛勢 來搶走美國的盟友 甚至跟美國昔日中下落來的親家人來打好關係 我們的外長王毅 剛剛就結出了在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堡 一場伊斯蘭綜合組織的會議 格仔 我聽說我們中國和巴基斯坦在軍事上一直都很友善 沒錯 當然是朋友 其實這次王毅外長 去巴基斯坦那邊就是因為巴基斯坦 有一個聖大儀式 就是一連一度 位於他的首都伊斯蘭堡 剛剛才舉行了 一連一度的聖大閱兵儀式 來紀念第82個巴基斯坦日 也就是說巴基斯坦那邊 剛剛舉行了 國慶的閱兵儀式 因此我們外交部長王毅 就過去那邊 但是整件事 有一個亮點 大家不知道不知道 就是在之前 剛剛巴基斯坦就宣佈到 會買入我們中國 所研製到的簽10CE戰鬥機 也是中國首次出口這架戰鬥機 這樣的時間 巴基斯坦 今次閱兵裡面 最大的亮點就是展出了剛剛從中國購入的這些戰鬥機 所以就可以說到 中國和巴基斯坦雙方 作為兩個這麼朋友的國家 再加上剛剛有新工具 的交易達成了 就可以趁這個 閱兵的時候 檢視一下雙方 剛剛做完這件事的成就 其實整個閱兵上面就可以說到 是一次小型的中國閱兵式 因為當中可以說到 巴基斯坦 是裝備有大量的中國工具 在這裡我就不夠時間說了整個閱兵式 究竟展示了什麼新型的工具 看看明天有沒有機會 我就會 來詳細解釋一下 巴基斯坦這個閱兵式 究竟出現了什麼新型的中國工具 而剛剛離開巴基斯坦的我們的外長王毅 就突然間造訪阿富汗 很多人都沒有收到通知 原來王毅外長是會去阿富汗的 王毅外長就特意飛到阿富汗那裡 來鞏固一些阿富汗的盟友關係 會一會現在當政的塔班班政權 但是現在我們的外交 非常政治正硬 我們沒有再稱呼它為塔班班政權 我們直接稱它為阿富汗的政權 王毅外長說到 中國一直 一定會尊重阿富汗那邊的獨立和他們的主權 中國和阿富汗 當中有76公里長的邊境接壤 王毅外長形容到是山水之隔 而且中國和阿富汗的關係 貿易文化通商往來 已經有上千百年的歷史 遠遠留長 最重要的就是 在過去的歷史中 中國是唯一一個從來沒有對阿富汗來染子 加以重創的一個國家 所以中國和阿富汗 達成這個友好關係 絕對是實至名歸 中國出訪阿富汗就是想看看新的政權交替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政策上 系統上 經濟項目上能夠協助到阿富汗 而且剛剛阿富汗 才卑鄙地被美國 凍結了幾十億的資產 導致阿富汗在金融、民生方面都面對很大的危機 所以中國本著共堅共贏、共利、互助的原則 來看看阿富汗有什麼需要幫忙 在2016年阿富汗其實已經進入了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 而再數遠一點在2007年 中國是以30億美元投到阿富汗的一個巨型銅礦的特許經營權 這個巨型銅礦可以說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銅礦 而除此之外阿富汗那邊也有大量的理能量的存有 對中國這個電動車開發的世界第一大國 我們對那方面非常有興趣 也有很多合作的空間 而且跟阿富汗關係建立得良好的時候 也可以防止那些西方世界煽動出來的 刺激維吾爾族人或者那些刺激醫教主義 那些分子來搞事 共同捍衛和平 而當王毅外長跟阿富汗這個美國親家打好關係之後 接下來一陣子就會出訪印度 印度就是美國四方安全的一個盟友 這個盟友就令美國由愛由恨 因為完全不知道他站在哪邊 而這也是印度人的特色 就是你永遠不會知道他站在哪邊 因為他沒有腰骨 適當的時候他會縮起來 找都找不到印度就指到了 基於接下來跟中國有大量的合作 甚至有這個貨幣的聯盟 印度跟中國國與國之下的關係 很應該不要受到邊境的誤會和磨擦 影響兩國的交好 那既然印度總理莫迪都說到這個時候 很明顯就是以這個友好的關係想迎接中國的到訪 來建立兩國的合作關係 可以說得是 上有拜登出訪歐盟各國來碼著自己的北約影響力 以及對歐洲的鉗制的時候 下面就有我們中國 把美國的老牌盟友甚至那些親家來攏絡 變成了一個非常精彩的外交搶灘戰 之後我們就要說一下 在昨天 肥媽就以政協委員身份去參觀青衣方倉醫院 他就和有黑妹姐之稱的李麗霞 立法會議員容凱恩 還有謝Sir謝鎮忠 去到青衣方倉醫院 向方倉醫院的工作人員 去到捐贈一些抗病的物資 表示對這些工作人員的感謝 以及向他們打打氣 其實本身這件事情 是很正面的報導 但是有些個別媒體 明明一件這樣的事情 但是他的報導 是錯重點錯到很交關 而且他們還在報導裡面的標題 字女行奸 強調肥媽是政協委員的身份 以及 還要強調肥媽的學歷 他用的字句都挺硬硬的 還說到 肥媽只有小綠的學歷 但就擁有博士的頭銜 至於是哪個媒體 我們在這裏就不開他的名字了 但我看到他那篇報導的時候 我們身為一個正常人 都有多少替肥媽不值 大家經常都說 在新聞業界裡面 就潛藏著不少的黃人 是不是因為 這個是肥媽 所以在報導他參觀方艙醫院的時候 就專門錯重點去報導 來企圖挖別人不開心的東西出來說 我們中國人有句話 叫做英雄莫問出處 有很多成功的人士 出名的人士 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士 學歷都不是高的 但是有時對社會有多少貢獻 不是在乎學歷有多高 只是看你有沒有心 19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群搞事的 很多都是大學生 讀大學做大學生又怎樣 做這些事情 又是沒有前途 你不要看肥媽雖然小鹿畢業 別人在演藝圈裡面 有誰不懂得肥媽 肥媽唱歌又可以 連教煮食 都是一種媽咪級的模仿對象 是否因為肥媽在2019年的時候 就因為黃人出來搞事 站在撐警的這一邊 所以某些個別媒體 裡面潛藏的個別黃人 就要專門在報導 針對肥媽 來這樣寫 企圖令公眾對他的印象變差 但是這樣 阿成哥 都是未讀過中學 有不見他們報導阿成哥的時候 會講阿成哥的學歷 阿成哥也擁有大量的榮譽博士投降 又不見他每次報導阿成哥的時候就會提 至於提到肥媽是政協委員的時候 這個媒體的標題還要用到警示 即是說竟然是這樣 我們覺得很合理 肥媽 是知名的社會人士 在演藝圈裡面 有作出一個很非凡的貢獻 政協委員 不是說要跟別人聘身家聘學歷 很多時候很多人都不明白 政協委員為什麼可以做到政協委員 其實政協委員大多數 都是一些社會上的賢能人士 對他們自己某個領域來說 是非常之有貢獻 所以才會獲提名 回到我們祖國的某個地方 去擔任港區的政協委員 而這次肥媽在荒瘡醫院 其實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向大家報道 荒瘡醫院裡面的真實情況 例如說到 荒瘡醫院裡面的床鋪 皮鋪是怎樣 床褲是怎樣 我們大家從那些片段裡面 都可以看到肥媽在介紹 而且又說了真實情況給大家知道 就不像黃人所說 每次都屈到我們的荒瘡醫院 好像只有一個瘡什麼都沒有 而我們看過肥媽這個報道 我們多少對荒瘡醫院 又多了一些了解 就好像說到 之前我們也不知道 原來的床褲 是可以這麼厚實的 肥媽說 我們才真實好像了解到 而且肥媽在訪問荒瘡醫院的時候 也是真情流露 說到她自己這兩年 其實也是不開心的 因為大家病情困擾了那麼久 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夠做得到 例如 有些親戚不可以看到面 這個也是 法治真心的一番說話 為什麼報導不可以多報導一些 這些這麼正能量的事情 還有肥媽也提到一件事 就是她很希望 將來如果病情過去的時候 希望政府可以保留荒瘡醫院的這個設施 保留下來 是做什麼用呢 肥媽就說到了 她不想看到我們香港 有這麼多的流浪者 因為肥媽說到有時候那些年輕人 二十多歲 就說走出去做流浪者 無家可歸 是很可憐的一件事 就說到這個荒瘡醫院這麼舒服的環境 如果將來結束了荒瘡醫院的這個使命 不如政府 讓一些流浪者進來住 因為這裡的環境 又這麼舒服 可以給別人一個 容身之所 我們聽到肥媽說的這些說話 全部都是很正面 很有建設性的 真是不愧為一個政協委員 而報導這件事 用一些歪曲標題來報導的那些媒體 寫稿的根本 就不熟悉 政協委員這件事 不熟悉我們祖國的制度 還要覺得肥媽做了政協委員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其實從這個參加方瘡醫院的事情 我們就可以看出肥媽是夠做政協委員有餘 政協委員的職責是什麼 就是參政議政 但是這樣 做政協委員 都是一件沒有人工的事情 而媒體的報導 寫完肥媽之後 我看到有些留言 對肥媽來說都挺惡毒的 又說肥媽去幫政府賣廣告 又叫肥媽回內地住 不要回來香港 面對這些人的留言 我們正常人就會有個想法 為什麼你們黃人 不走回去你們所謂的祖家 即是那個大不裂顛倒 還留在香港做什麼 不過就算黃人多不喜歡肥媽 他們如果是出來搞事的話 始終有一天 在他們的人生面對沒有自由的時候 他們都要唱起肥媽的那首歌 哦 是不是浪費氣的那首歌 非也非也 當然黃人當然浪費氣 但是當他們沒有人生自由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天天唱 人生於世上有幾個自己 就正如那個有妖民安之稱的阮民安 就是上個月 被警方國安處拘捕的藝人 不是 是恩星才對 因為妖民安 是恩星 但是 剛才強調肥媽學歷的媒體 在報導妖民安這個事情上 他沒有報導妖民安的學歷 相反他真的報導這件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妖民安是黃人 所以往往 在他這些個別的媒體 在寫標題 寫內文的時候 就往往都得到偏袒 還經常提到妖民安的時候 用他的剃圖就是歌手 藝人 又不試用恩星 妖民安這樣的樣子 竟然可以做到恩星 這樣才是標題 再說下去 應該提完他是恩星之後 就提一下妖民安會考的一分 還要妖民安未被捕之前 這個個別媒體對他的報導 那些標題的文字 營造得好像妖民安有多正義 真是網見都眼淵 又說妖民安堅持發聲 不做護旗手 現在做護旗手 很難為你 我們不知多喜歡做護旗手 又很煽情地幫妖民安設計對白 就因為妖民安去上海參加時裝展 別人發現原來這傢伙 是漢奸走狗賣國賊 當然取消你去 然後他又幫妖民安作句子作對白 又煽情地說到他回來 面對不到香港人 你早就已經面對不到香港人了 裝什麼感性 大家都清楚 不過妖民安的背景是什麼 與其用一些藝人 細味歌詞裡的含意 然後在赤柱的時候 到時再看一看 你人生裡面 究竟有多少個知己 那些在搞事時候 所謂支持你的手足 全部都是個眼雲煙 到你大爛臨頭的時候 就各自飛了 不過這樣 進去 其實妖民安都不知道 如何面對他的手足 因為裡面那些大黃人 個個都軍軍列列地衰進去 就是黃人的角度來看 但是妖民安 需要騙錢 那些黃食黃 不熟不食 又或者可以用到吞輕食弟來說 他還可以 一個犯了這樣的事進去的黃人 會不會在裡面受到其他黃人的尊重 那我們就不知道 阮民安都是自求多福 而昨天我們香港的病情 就沒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在中招個案方面 都仍然是一個高企的數字 有萬三宗 另外在快測平台 應該是累計接獲了39萬宗的情報 經過福檢之後 裡面當中有170人 是呈陰性 而這39萬宗的情報裡面 竟然 還有一個人刻意提供一些假資料 現在提供假資料的這件事情 已經由警方跟進了 所以有見及此 昨天特首作出了一個決定 就要借鑑我們祖國的經驗 做好中醫藥抗病 所以 特首已經向中央提出了 再派內地的中醫專家來到我們香港 林鄭昨天就說 因為經過內地專家認同 本港的抗病事情上面 就要做到三減三重一優先 所以就要向中央那邊提出 派一些中醫專家來到香港 來幫忙 以中醫的方法 來舒緩一些尤其是老年 的中招者 他們一般來說 都不是說中招那麼簡單 本身 都是帶著一些長期病的 因此引入到中醫就可以大大舒緩他們 這些本身已經有的慢性病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消息 是非常之開心 因為根據之前這些高官的口吻 看來對我們的中醫都不太信任 這次可以派到內地的中醫專家來到我們香港幫忙 都可以說到 是開創了一個鮮河 不知道為什麼近來 很多高官都改了口吻 以這個陳肇始為例 他就說到今時今日終於仿然大悟 發現了 原來中醫真是有效 他裡面就詳細指導 中醫如果有份參與這個治療計劃的話 那個成效是非常之可觀的 不說真的不知道 陳局長 我們中醫是幾千年的歷史 真的今天要你陳肇始說 我們市民才訪言大悟 訪言大悟的 就不單止食衛局局長陳肇始 還有一個人 都說到 原來中醫 在對付一些慢性病的時候 效果都很顯著 這個人就是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聲 他跟林鄭一樣 其實 說到中醫有效 都不是靠自己把口說的 他們兩個就跟陳肇始有一點點分別 他們都是透過引述別人的說話去說的 這一點是有明顯分別的 陳肇始說自己是訪言大悟 林鄭就是引述了內地專家的說法去說 而高拔聲 就是引述廣東省中醫院的副院長 張忠德的說話 就說到 中醫原來對一些呼吸道或者一些消化道徵狀 所帶來的病 是有明顯幫助 特別是對長者容易便秘 胃口差或者肚臟 這些方法用中醫治療是比較適合的 所以就說到 他們突然之間扭態 都有不同方式 不知道高拔聲有沒有問過張忠德副院長 究竟中醫又能不能夠醫治到發展行呢 如果能夠醫治的話 不如給點藥高拔聲吃一下 等他不用病發的時候就方寸大亂 除了內地的中醫團隊將會來到我們香港幫忙之外 今天浸大的中醫團隊 就宣佈到在下個禮拜 就會正式進駐啟德認診 也就是在病情以來 就可以宣佈到中醫團隊 正式就會跟西醫團隊 聯手抗病 估物論 以上我們提到的人士因什麼事而轉転 以及用什麼方法轉転 總之這一刻 都算是一個好開始 中西醫合璧 在內地就已經走了很久 而且 各取其優點 的這個治療方法 在內地那邊就已經有數據 證實了 受益的始終都是病人 這樣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港府 在接下來 我們的醫療體系上 都要加大力 來結合中西醫醫療 往這個方向走 其實 我們內地 真的有很多 好的政策 以及好的方向 值得港府學習 這次經歷完病情 這麽大件事 接下來身上任的特首班子 無論是誰都好 真的要痛定思痛 不要為了 所謂保持香港獨特的優勢 為獨特而獨特 而故意不去參考一些好的東西 來突顯自己 和內地有什麼不同 亦都希望 透過這次的病情 能夠讓多些人了解到 尤其是那些頑固分子 應該重新檢視一下 對我們中醫 真的要有一番重新的認識 不要再抱有那些 固有的執著去看了 再之後就是 自從港大在去年12月 拆除了那顆獨特署之後 最近就有一個組織 命名為 香港華人民主書院 在這裡就簡稱它為 漢奸書院 宣佈到 要將這顆獨特署 在台灣省那裡重建 他計劃到 要在今年的6月 將這顆重建了的獨特署 放在台北的中正紀念堂 更加會將這顆獨特署 改名為 香港羞恥署 就在今個星期一 由黃丹創辦 李卓人 以及鄭與石 擔任董事的 漢奸書院 就宣佈到 要重現這個獨特署的計劃 將會以3D打印的技術 複製原本已經被 拆除在港大的獨特署 而且還要在每年6月4日 將這顆獨特署 擺放在台北的中正紀念堂 丹麥 厥胡藝術家 高智活 也會在這顆柱 重建之後 去到台灣 為獨特署 進行這個揭幕儀式 要完成這個獨特署 重建計劃 最關鍵 不是決心 那究竟是什麼呢 當然 就是錢 所以也表示 將會進行一場 網上的籌款 希望可以集資到150萬 去建這顆獨特署 說起這個漢奸書院 其實它就在2011年 在香港以非牟利組織 而註冊的 主張通過文宣 關注中華人民的青年世代 白的說句 就是煽動年輕人 反對國家 就在2020年6月底 因應港區國安法的實行 漢奸書院就宣佈到 停止香港的一切運作 關閉一切的網站 Facebook專頁 甚至乎 連Twitter都要關閉 而且也都申請了 撤銷香港註冊公司 將原本反中亂港的業務 簽往到台灣省 他的創辦人王丹 曾經在一個訪問的時候 就說到 撤銷香港的註冊 搬遷到台灣省 原因是 過往的活動 很多都涉及批評政府 所以擔心 以言入罪 觸犯了國安法 其實我們香港 一直都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只要是理性討論 不是做一些反中亂港的事 批評政府 又怎麼會觸犯國安法呢 就好像我們新潮民那樣 政府有什麼地方 做得不足的 我們照樣批評 又不見我們擔心被人抓 要走路去到台灣省 其實漢奸書院 很早之前就已經被人踢爆了 他是收取美國民主基金會 NED的錢去做事的 就在他公開宣布 要撤銷香港註冊之前 他第一時間 就是取消了漢奸書院 懷疑在匯豐裡面的戶口 還把錢都提出來 而過往漢奸書院所謂批評政府的活動 其實就是在網上舉行了多場的洗腦大會 去敵視國家 最為人知曉的 莫國瑜就在佔中早期 他就舉辦了一個命名為 抗爭訓練簡介會 而及後 當霸鑽中環事件 去到尾聲的時候 漢奸書院也編寫了一份 命名為延長戰線報告 希望藉此煽動在國內的年輕人 將霸鑽中環的活動 伸延到在內地上演 至於那條噁心柱 大家都應該知道 柱上面那些人羊 全部都是羊鬼子 那條柱的原意 根本就不是紀念什麼 6月4日 絕對是一個切頭切尾的大片局 但對於這支柱的由來 相信大家就未必太清楚了 其實除了在香港 拆除了那支噁心柱之外 這個世界一共有五個 分別是 羅馬 墨西哥 巴西 還有有兩支 就在丹麥 第一支噁心柱 就在1996年製造出來 然後送了去羅馬 高智活就表示 這支噁心柱 是為了紀念 世界資源 分配不公 而製造出來 但由於高智活 他這個主題 的肩膜不夠 結果 反應就一般 在同年6月 他又做了另一支出來 也就是 之前放在港大那一支 本身這支噁心柱 是沒有打算放在香港 原本他是打算給美國 當時的高智活 他經過羅馬的慘痛教訓之後 他想清楚 如果要一炮而紅的話 有什麼好得過 整個柱子出來 去諷刺一個國家 而這個國家 一定要夠大 和一定要夠影響力 而在90年代 紅霸全球的美國 相信就是不易之選 而且在1995年的時候 美國 俄克拉 河馬州 發生了一宗僅次於 一條狗 兩條臘腸 的客人事件 當地的聯邦感醫局 他受到爆品的嚴重破壞 這件事件 導致百多人離去 幾百人受傷 那個爆品 還將對出那條街 炸出了 一個九米闊 三米深的洞 當時 聯邦感醫衛 在調查事件的時候 就認為 當時的美國 他這麼聲勢浩大 國內外 都不應該有人會這樣敵視他 最有可能搞事 只有中東的伊斯蘭國家 結果他還拘捕了 三名中東籍人士 傳媒也大肆報導 而當時 美國的中東人 就好像現在 美國的華人 因為這件事件 受到很嚴重的敵視行為 當年還有一位中東女士 因為這些敵視行為 最終保不住他肚子裡的肉 正當這三名中東人 被人屈打成招 準備去認罪的時候 這件案件 竟然有 氣劇性的發生 結果竟然發現 這件爆品案 他的恥作勇者 原來是 一個 懷有極度 愛國主義的 一名 美國退役軍人 他做事的動機 原來是 要發洩 聯邦感醫衛 已經這麼多年以來 對自由民主 作出的 虛偽行為 當時高智活 在整這陸柱的時候 他心想 你美國 雖然是虛偽 但是我這陸柱 是打正 自由民主的旗號 整出來的 你美國 沒理由不會收 誰不知 在這陸突柱 整好之後 準備去運底 美國之時 美國政府 竟然是一口拒絕了他 還連一個 看面一點的理由 都沒有說到給高智活 至於屈屈不得志的高智活 就在那一年 寄了很多封信 去不同國家 希望有人肯收留 他一路頂心慘 但就是因為 沒有國家 夠膽得罪美國 最終 就沒有人肯收留 直到1997年 就有一條水魚 自己游到高智活 這就是支聯會 當時的高智活 對外聲稱 他就弄了一條柱 紀念6月4日 支聯會一聽到這個消息 簡直是 魚獲自保 立即聯絡位於丹麥的中間人 誰不知 省皮的高智活 他竟然拿回 原本想著 放在美國那支 只是簡單 在柱的柱身 撩了幾隻中文字 結果 魚木混珠的 送到來香港 一擺就擺了幾十年 最後 就在去年被人踢爆了 柱上面所雕刻的人像 全部都是鬼佬 那說回這個漢奸書院 這個所謂 從業或凸處的計劃 其實我們香港政府 除了可以動用國安法 將身處於 香港的所有有關人士 拘捕之外 對付這些境外組織 其實還有另一個方法 因為這些 在台灣省 以及在外地的組織 公然去做一些 和我們國家 對著幹的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 在他們當地的社會 都是無人問津的 這些組織 為的 就是想通過互聯網 將這些消息 傳回去 我們香港 以及內地 給一些 甚至未成熟的青年 看了之後 去影響他們的思維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們香港政府 大可以 聯絡我們香港 網絡的供應商 將一些 反中亂港的網上資訊 要求供應商 攔截和刪除 既可以保障我們的青年人 免受這些有害資訊的 淘獨 以來 這些外地的組織 發覺到原來他們的行動 完全不湊效的時候 他們的攻勢 無功而還 最後我想在這裡 和你一幫 在台灣省裡面 想反中亂港的人 說一句說話 今天 可能你覺得 很得戚 那顆噁心 放在你們台灣省 侮辱我們香港 侮辱我們國家 但在我們中國人心裡面 將來擺放在中正紀念堂的柱 他的名字 只會是 漢奸之柱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結束之前請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 拜拜